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7号星期四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私校传承特招恐被遏制 华裔议员提新法案修改 东湾警方在销赃活动中 查获7.5万美元被盗商品 拜登今年国情咨文聚焦税务政策 叫企业和富人多交税给中产减税 美联航波音飞机旧金山起飞时轮胎陀螺 王毅在中国两会记者会上批评美国 说一套做一套 中国对瑞士爱尔兰等六个欧洲国家 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 有消息说加沙停火谈判10号恢复 以色列重申会继续对哈马斯发动进攻 瑞典正式加入北约 结束二战后数十年的中立地位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天侠3月7号东湾综合报道 据旧金山门户网站报道 旧金山议员丁又丽提出新法案 限制利用家庭传承名义 特殊招收新生 该法案恐将影响未来 加州私立大学特殊招生的做法 传承招生是指在录取过程中 优先考虑家庭中有校友 或向学校捐赠 获得招生特殊照顾的做法 该提案指在限制斯坦福大学 和南加州大学等私立大学 传承招生的做法 本台消息 据东湾时报报道 奥克兰市和奥克兰警察局OPD 于2月份为警方的非紧急电话系统 推出新的自动应答体系 旨在改善沟通并确保有效获取基本服务 此举是为了满足对简化通讯不断增长的需求 特别在2023年该市接驳超过43万个非紧急电话 占奥克兰警局通讯部门处理的所有电话 约34% 该部门的非紧急电话是510-777-3333 本台记者张一文 3月7号万区综合报道 据福克斯本地2号电视台的消息 商店盗窃一直是警方和零售业者痛恨的问题之一 在阿拉米达市近期的执法活动中 警方成功打击并摧毁了一家组织严密的犯罪货团伙 该团伙不断在街头和线上售卖赃物 在本次围剿行动中 警方查获价值7万5千美元的被盗商品 以及多部车辆和1万美元现金 本次行动是东湾警方与加州公路巡逻队的 有组织零售犯罪特别工作组 以及各个零售商的防损专家合作 共同完成的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3月7号晚上总统拜登将会在国会发表国情资文 阐述他任期内取得的成就 并勾勒出其潜在第二任期的执政蓝图 而同时两党的受邀嘉宾也受人关注 白宫特邀嘉宾中包括今年早些时候 登上新闻头条的德州女子考克斯 他应在该州堕胎而被拒而公开发声 以及给拜登背书的势力强大的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的主席费恩 还有瑞典首相克里斯腾森 该国最近刚刚跨过了加入北约的最后一道瓶障碍 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嘉宾名单 包括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期间丧生军人的家属 反对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比赛的倡导者 以及意在强调拜登政府移民政策失败的嘉宾 美联社今天报道 总统拜登当天晚些时候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 将提出一项项扩大计划 以提高企业税率 并利用加税的收入来降低联邦预算赤字 同时给中产阶级民众减税 按照拜登的提议 企业不得再从税前扣除超过100万美元的员工薪酬作为开支 该项措施预计可在10年内增加2700亿美元的联邦税收 此外他还想把企业税率从21%提高到28% 根据拜登的另一项计划 亿万富翁需要为其收入上缴至少25%的联邦所得税 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人需要交更高的医疗保险税 以确保该计划的财务可行性 继3月5号超级星期二 各自在党内初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 拜登和特朗普本周末都将在佐治亚州举行竞选活动 3月9号拜登将在亚特兰大地区举行竞选活动 这将是他发表国情资本演讲之后 在战场周展开竞选活动的第一站 特朗普当天要在佐治亚州的罗马市举行竞选集会 敦促选民投票 在2020年的大选中 该州对民主党赢得白宫大位和国会参议院控制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成为了令特朗普伤心的地方 本台消息 3月7号周四早上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从旧金山国际机场起飞 发生了轮胎掉落事故 掉落轮胎的碎片落在了旧金山国际机场一个员工停车场 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但造成多辆车辆损坏 发言人表示 35号航班原定飞往日本大阪 随后改道飞往洛杉矶国际机场并安全降落 航空公司称 这架波音777-200飞机的两个主起落架支柱上 各有六个轮胎 这一设计用于在轮胎丢失或损坏的情况下着陆 航空公司称 这架飞机总共载有249人 其中包括235名乘客 10名空乘人员和4名飞行员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萧芳 下面来了解中国新闻 据法新社报道 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 7号在中国全国人大年会期间的记者会上说 中美援手去年11月在旧金山会晤以来 中美关系确实取得一些进展 但美方的对华错误认知仍然延续 美方的承诺没有真正兑现 打压中国的手段不断花样翻新 质疑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 他还说中国和俄罗斯创造了一种 与旧冷战时代完全不同的大国关系新模式 中国愿与俄罗斯共同努力 促进两国合作 巩固两国友谊 香港特区政府将于8号向香港立法机关 提交23条国家安全法案 香港特首李家超建议立法会重速展开审议条例草案 考虑包括召开特别立法会会议 进行首读及二读 及尽早召开法案委员会会议 全速进行审议和完成立法程序 李家超表示 香港特区要尽快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 早一日完成立法 国家安全便早一日得到有效维护 让香港能够全力聚焦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三名香港高等法院法官 7号驳回了民主活动人士谭德志 对其定罪和40个月刑期的上诉 罪名包括七项煽动罪 法官表示煽动叛乱是法定罪行 煽动暴力的意图并不是犯罪的必要要素 谭德律师在法庭上辩称 定罪和判刑是对言论自由的过度限制 现年51岁的谭德志是现已解散的人民力量党领导人 也是一位前电台主持人和DJ 他是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 第一位因煽动叛乱罪受审的香港人 谭德志于2022年被香港地方法院法官陈锦柱 判处40个月监禁 罪名包括发表煽动性言论 扰乱公众秩序和煽动参加 未经授权的集会等11项罪名 继法国和德国之后 中国对瑞士 爱尔兰 匈牙利 奥地利 比利时和卢森堡 等六个欧洲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 由本月14号起实施 中国外长王毅7号在宣布上述消息时表示 期望更多国家也能给予中国公民以签证便利 上述免签属适行性质 在本月14号至11月30号期间 上述六国持普通护照人员 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和过境 不超过15天可免签入境 不符合免签条件人员 则仍需办理 来华签证 7号的中国海关数据显示 中国内地的出口 在这两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1% 超过了外界对其增长1.9%的预期 过去一年由于房地产危机 消费者不愿消费 外国公司撤资 制造商争夺买家 以及地方政府背负巨额债务负担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 一直在努力应对经济增长低于标准的问题 但市场对贸易数据的反应基本平淡 中国蓝筹股护升300指数下跌0.32%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47% 另据消息 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止2024年2月末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258亿美元 较1月末上升65亿美元 升幅0.20% 本台消息 美国参议院国会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 6号投票通过向参议院报告一项 修订后的生物安全法案草案 被列为予以关注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的 耀明·康德 7号发布声明说 公司强烈反对未经正当程序的预先 和不公平的定义 将继续于参与草案 以及正在进行的美国众议院 相关法案立法过程的相关方进行交流和对话 本台消息 上海市推出跨航司退票护认机制 减少消费者出行损失 优化航空消费环境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机场分局和上海市消保委空港办 7号牵头行业龙头企业和上海基地航司 东方航空中国国航上海分公司 南航上海分公司 春秋航空 吉祥航空 金鹏航空等六家航司 共同推出上海机场跨航司非连续客票无损退票护认机制 该机制指在上海始发或到达的往返乘客航班 即在上海转机的中国国内航班 同一旅客购买本机制护认航空公司的非连续客票 并且实际乘运人同事本机制护认航空公司的 如因天气不可抗力原因 前一段航班发生延误或取消 后一段航班同享无损退票 即便消费者选择分段出行 通过护认机制可消除上段航班对下段航班的影响 近日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厚因病逝世后 一场围绕农夫山泉与娃哈哈之间旧日纷争的话题 在网络上迅速发酵 农夫山泉及其创始人钟闪闪随后回应传闻 但质疑声音并未完全消退 农夫山泉股价一度连续三天下跌 农夫山泉相关人士说 股价波动属于资本市场的正常调整 对于网络舆情 相信理性的消费者可以自行判断是非 公司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业绩做好 以下时间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在埃及开罗进行的加沙停火和互换被扣押人员谈判 经过四天磋伤后仍然未有突破 哈马斯7号表示 他们的代表团当天上午已经离开开罗 并前往多哈 向组织的领导层寻求进一步咨询 而谈判将在下星期恢复 哈马斯高级成员祖赫里批评以色列 一直阻挠达成停火协议的努力 又拒绝哈马斯提出的要求 包括停止对加沙的攻势撤军 以及确保援助物资进入加沙 和让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返回家园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杰克鲁就表示 停火谈判仍未破裂 强调分歧正在缩小 只是未达成协议 大家都期待即将来临的期借业 期债月 但他不能够说谈判会否成功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 7日透露停火谈判会在10日恢复 调解人员已将这一天定为 哈马斯和以色列回复停火建议的最后期限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将协议迟迟未能够达成 归咎于哈马斯不同意释放生病和年老的人质 哈马斯官员则批评美国的言论具有误导性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 虽然国际压力越来越大 以军会继续在整个加沙 包括南部拉法市对哈马斯发动进攻 瑞典7日正式加入北约 成为跨大西洋军事联盟的第32个成员国 结束了二战后数十年的中立状态 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后 人们对俄罗斯侵略欧洲的担忧加剧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当天共同主持了瑞典加入北约联盟的加入书 正式将其交存美国国务院的仪式 美国总统拜登称 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北约秘书长斯特尔唐贝格表示 瑞典的加入使北约更强大 也使瑞典更安全 整个联盟更有保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 瑞典正式加入北约 将能更好地抵御俄罗斯的邪恶 乌克兰希望有一天也能加入 俄罗斯总统普京 6号在俄南部城市所契 会见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俄罗西时表示 俄方愿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继续保持合作 据克里姆林公网站消息 普京在会议间时表示 俄罗斯将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在多个领域开展积极合作 俄罗斯外交部7号召见美国驻俄 驻俄罗斯大使特雷西 要求美国停止对从事反俄活动的 美国非盈利组织的支持 并警告将驱逐干涉俄内政的美国外交人员 俄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 在美国驻俄使馆的支持下 三家在俄罗斯的美国非盈利组织 从事具有反俄倾向的项目和计划 打着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旗号 在俄招募有影响力的代理人 被俄方列入不受欢迎名单 尽管决策官员一估 通膨2025年将重返2%的目标 欧洲中央银行7号再度宣布 关键利率按兵不动 欧洲中央银行当天一如外界预期 自去年10月以来第四度维持利率不变 主要再融资利率维持4.5% 存款利率维持4%的历史高点不变 边际贷款利率仍为4.75% 国际移民组织6号发布消息称 2023年全球至少有8,565人在移民途中死亡 较2022年增长20% 成为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据联合国官网的消息 国际移民组织指出 2023移民死亡和失踪的总人数超过了2016年的8,084人 由于安全和正常的移民途径仍然有限 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人试图在不安全的条件下通过非正规路线迁移 其中一些人在移民过程中死亡和失踪 其中超过一半的死亡原因是溺水 9%是由车辆事故造成 7%是由暴力所导致 在3月8号全球庆祝国际妇女节之际 联合国7号说 世界面临一向重大挑战 到2030年促进性别平等措施的年度赤字 将高达令人震惊的3600亿美元 联合国呼吁投资于妇女加速进步 联合国妇女署表示 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 到2030年超过3.42亿的妇女和女童 可能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玛宁 6号代表官方公布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相关情况 他表示开幕式持票观众规模约为32万人 其中10万名观众通过购票入场 22万名观众通过获取免费票入场 除持票观众外 约有20万人可以在塞纳河周围的建筑等地点观看开幕式 本次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将在塞纳河河道及沿河区域内举行 不再局限于体育场 上万名运动员将乘坐船只经由塞纳河入场 这在奥运会开幕式的历史上上书首次 最后时间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标普500上涨52.60点 涨幅1.03% 报收5157.36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130.30点 涨幅0.34% 报收38791.35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41.83点 涨幅1.51% 报收16273.38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小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